大家好,這是王狗 我們今天不探險 今天來講睡前的懸疑故事 這次故事的主角是來自美國的尚奎拉 他是社交媒體名人 以及兩間品牌的老闆 年紀才25歲 前途大有可為 在2022年的10月28號 尚奎拉與他的六名大學友人 去墨西哥的卡波聖盧卡度假 卡波聖盧卡緊鄰美國的加州 地屬南加州 但是卻是墨西哥的領土 有著得天獨厚的海洋環境 境內也有各種高級別墅 是美國人最愛的度假聖地之一 而這次尚奎拉一起的人 就是居住在這個度假聖地的高級別墅 Villa Linda 32 這是一棟單程無側式別墅 設施齊全 有著私人泳池 庭院 晚餐還有私人廚師為住客服務 平均一晚的藥價 1480億美金 而不幸的是 在這樣愜意的度假中 死神卻悄悄地降臨到 尚奎拉身上 故事是這樣的 2022年的10月29號 下午的2點13分 尚奎拉的媽媽 接到了遠在墨西哥的尚奎拉同行友人 卡里爾的電話 電話那一頭的卡里爾說 尚奎拉昨晚喝了太多酒 人現在不太舒服 醫生正在趕來的路上 阿姨請放心 我們會照顧好他的 尚奎拉的媽媽聽完雖然擔心 但是因為人在美國 也沒有辦法多做什麼 只能暫時相信 卡里爾所說的 下午的3點15分 尚奎拉的媽媽 再次接到了 卡里爾的最後一通電話 卡里爾說 很遺憾 尚奎拉因為酒精中毒 過世了 卡里爾接著告訴他說 渡假村在中午過後 女傭會來房間內打掃 當女傭掃到 尚奎拉所在的房間內 發現尚奎拉躺在 房內的浴缸裡 不省人事 而我們有打個醫院 派人來現場處理 結果卻急救失敗 尚奎拉就這樣離開了 而警方到來之後 也宣判 這是一場 酒精中毒的意外 以此結案 卡里爾在電話這一頭 這樣子告訴了 尚奎拉的媽媽 尚奎拉的媽媽聽完 十分的懷疑 明明尚奎拉就是一個 熱愛陽光生活 不愛夜生活的女孩 怎麼會讓自己喝成這樣呢 而一行人因為 尚奎拉的過世 隔天便帶著 尚奎拉的行李 提早結束假期 離開墨西格 回到了美國 而回到美國的第一站 他們來到了 尚奎拉的媽媽家 把行李交給尚奎拉的母親 而好在 尚奎拉的媽媽因為先前的懷疑 所以獨自 一個一個 跟他們同行的友人問話 追問當天發生情況的細節 好在有問 疑問之下才發現 整起事件 著實讓人 他們之間 某幾個人的說詞 有不一樣的成分存在 卡里爾說 尚奎拉是被女僕 發現在 房內的浴缸 但後來抵達的 馬利克說 他看到尚奎拉 是躺在沙發上 昏迷不醒的 這樣說詞不一的行徑 讓尚奎拉的母親 開始嚴重懷疑 這件事情 並不單純 所以在一行人離開之後 尚奎拉的母親直接聯絡了 墨西哥當地的 這一間 渡假村 想要瞭解當天發生事情的細節 但是呢 打過去 渡假村卻以 不太會英文為理由 婉拒了 尚奎拉的母親的詢問 而過了幾天 尚奎拉的屍體 運回來之後 飯店的高層 也主動聯繫了 尚奎拉的母親 跟尚奎拉的母親說 這次 深顧事件 已被警方證實 是一場意外 尚奎拉的母親 仍然不敢相信 他認為 飯店只是想要掩蓋此事 所以才吵吵地敷衍他 所以尚奎拉的母親 開始在 Twitter IG FB 各大平台 詢問 有沒有在場的目擊者 可以告訴他這件事情的真相 或提供任何的證據 結果 就在兩天後 尚奎拉的母親 接到了一通匿名的來電 電話那一頭的人說 他不方便 透露自己的身份 但是他是 飯店內的相關人士 出於好心 他想要提供給尚奎拉的媽媽一些線索 他告訴他說 尚奎拉的死因 其實並不單純 他有看到尚奎拉 曾在客廳內 與他的友人 大打出手 而且 救護人員來到現場時 也有提出要把尚奎拉緊急送醫的要求 但是尚奎拉的其他友人 堅持拒絕 並要求在房內治療就好 而且最後警察來做筆錄的時候 他們一行人的神情 也看來格外的冷靜 完全不像是 剛才有朋友 出意外 死亡的樣子 而這通電話 無疑給尚奎拉的母親 帶來了一線曙光 他決心要將此事 調查個水落石出 並還自己的女兒一個公道 所以 他上了電視 接受ABC的採訪 上星期晚 他們叫 她說她沒有感覺 然後他們會叫醫師 但當他們叫醫師 醫師還沒來 但他們說她有 瓷瓷瓶 講述了他所經歷的這一切 有多麼的 不合常理以及矛盾 接著時間來到了 11月5號 尚奎拉的死亡證明 出爐了 而證明書上寫的死因是 嚴重的脊髓損傷 即 環椎脫尾 環椎是脖子的 第一椎骨 簡單來說就是 他脖子最前端的骨頭 斷掉了 而報告內 也完全沒有寫到任何 關於酒精中毒的結果 而且 證明書上有提到 他受傷與死亡之間間隔的時間 只有短短的15分鐘 也就是說 那些友人所說的這些說詞 有極大的可能 是在說謊 而在這個死亡證明出來之後 尚奎拉的母親 持續的聯絡尚奎拉的那群友人 而這群友人 卻開始變得沉默 避而不接尚奎拉母親的電話 於是尚奎拉的母親在11月11號 上了WBTV 首度發表公開聲明 而後此事就開始被美國各家媒體大幅度的報導 網民及一些人權組織 也開始有聲音出現 要支持尚奎拉的母親 直到11月16日 有一段視頻在網上給流出 可以看到尚奎拉的友人 戴加尼 對裸體的尚奎拉 在別宿主臥室內 進行攻擊 OK 影片曝光之後 也導致更多的網民開始關注此事 開始有人往前拔線索 結果也發現了一些可怕的端倪 像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第一天抵達度假村的時候 尚奎拉在吊床上睡覺 他的其中一名友人 直接稱呼他為 屍體 另外尚奎拉從房間步行出去 要跟大家集合去裸泳的時候 發現 其他人都不見了 最後在一個小房間內找到大家 而且 好像聚在一起 討論一個 他不應該知道的事實一樣 你不是要想要做太多年 你不是要做太多年 你不是要做太多年 要做太多年 要做太多年 要做什麼 她說我會保持它熱 你會保持它熱 什麼 我會保持它熱 我覺得我會保持它熱 我會保持它熱 但我不會穿 他們 別人說 他們是被震撈 哈哈哈哈哈 那個人像是我的敵人 我可以看到 於是網上各種陰謀論開始出現 墨西哥當局隔天才首次把 此事件往暴力殺戮的方向進行調查 而同時FBI夏洛特辦事處 也公開宣布將對此事進行調查 但是最矛盾的事情是 這一起事件是一個跨國犯罪 這裡要跟大家講解一下國際法 我也不是很了解國際法 是因為這個事件才去了解到一些皮毛 簡單來說呢 美國公民在墨西哥境內殺害了美國公民的話 美國政府是有權力起訴他們的 並且沒有義務將此案交由墨西哥的政府處理 不過墨西哥的當局也有權力可以去審理此案件 要求美國政府引渡美國公民到墨西哥受審 而通常美國公民被引渡去墨西哥受審的案例非常的少 但這一次呢 墨西哥政府卻這樣子做了 所以整個過程就變得非常的複雜與冗長 首先墨西哥政府要提出的相關證據以及申請 隨後會由美國的國務院及內政部進行評估 一旦這兩個部門認為要求引渡的條件足夠 就會轉由地方法官 再由地方法官發布逮捕令 將美國公民移至墨西哥受審 雖然整件事情呢已經被所有的媒體高度重視 但不幸的是 因為度假村內並沒有監視器畫面 而且警方的報告與尚奎拉的死亡證明 其實是相互矛盾的 警方報告是根據第一現場的目擊者 所提供的證詞而製作出來的筆錄 而死亡證明則是經由科學解破 推敲出死者死亡的原因 而當天警方的正式報告寫道 下午2點13分 溫蒂給度假村打電話 要求派一名醫生到別墅內 治療山奎拉德酒精中毒 3點13分 美國駐墨西哥的醫療中心卡羅來納醫生抵達別墅 他宣稱尚奎拉還活著 但是嚴重脫水沒有辦法交流 所以現場給他進行多次的靜脈注射 並告訴其他人尚奎拉 需要立刻送到醫院進行檢測與急救 但是呢其他的友人堅持不願意 執意讓尚奎拉要留在別墅內 4點20分 尚奎拉的癲癇發作 5點25分 墨西哥警方抵達 5點57分 尚奎拉宣告死亡 在報告內稱 尚奎拉一共接受了14次的心肺復甦 5G腎上腺素 以及6次除戰器的放電 而這樣的筆錄內容呢 跟尚奎拉的死亡證明是完全矛盾 所以在隔年的6月14號 美國當局表示 因證據不足 中國的筆錄 與聯邦調查局 全數提起了訴訟 罪名包括 非正常死亡 毆打 疏忽 共謀和 情緒困擾等等 希望能透過法律途徑 以及上天的幫忙 還給自己的女兒一個公道 depend規則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放 优优优优独播放 感谢观看